蘇拉颱風來襲 屏東 恆春半島以及臺東地區 出現強勁風雨 目前預估南部三十號晚間 到三十一號清晨風雨最強 但有可能深夜就會解除路景 從目前路徑圖來看 颱風快接近臺灣就完美閃過 網友也紛紛留言 根本是天氣之子 還有人說是氣象武器動得很厲害 也有人苦手留言 連颱風都知道要愛臺灣 颱風連續四年沒登陸臺灣記錄 再加二 只是接下來蘇拉遠離 局部地區還是有較大風勢跟雨勢 都需要特別留意 清臺海葵預估九月一號到二號到達琉球附近 對臺灣影響也不大 只是接下來第十二號颱風 洪焰最快會在這兩天生成 他會跟這邊的低壓環流造成一些交互作用 有藤原效應 其實還是要持續觀察 三個熱帶系統 未來相對距離逐漸縮小 可能產生相互影響 交互作用非常複雜 還是得持續觀察調整 三日新聞 最好報導 我說不介紹 commentoned on vos bacterial 非改善 jest 乾燥 是